哇,一条非常高傲的黑莓锦蛇 深得五步蛇争传摆出了永不低头的姿势 但其实它是被这两条狗盯上了 想虚张声势吓走它们 毕竟真打起来的话分分钟就被秒杀了 啊,歪子看好累啊 不愧是眼镜王蛇 面对四条狗依旧临危不乱 一点不虚 不过这四条狗是未成年的 估计也不敢上 像我们之前蛇斗视频讲过的 两条狗和一条三米多眼镜王蛇的战斗 那个真的是战术和战略的博弈 两条狗的配合相当精彩 把眼镜王蛇耗得不要不要的 这是蛇界的捕鱼打蛇 黄文滑游蛇 它看到旁边的钓鱼脑一直空军 杆子都没动过 于是叼这鱼过去想羞辱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蛇的头很红啊 之前我讲过一个口诀的 黄文红秃头 红秃头是谁 黄文滑游蛇 大家应该都没忘吧 这是布式毒树蛇 主要分布于撒哈尔兰非洲地区 这种蛇成年可长到1.6米 最大有2.79米的记录 是一种后钩牙微毒蛇 咬人一般只能造成轻微症状 不用怕 哎哟 这首歌很熟悉哦 后面是不是 是不是这首 这是中国水蛇 很常见的一种水蛇 唯独的不用怕 这条蛇没爬几步 我就感觉它气质非凡 定睛一看 果不其然 这不是暴躁老哥三索核枪蛇吗 几天不见这么拉了 怎么沦落到被人追着跑了 在树上遇到一条机关蛇 我好害怕呀 应该没人会信这是机关蛇吧 不用怀疑 这肯定是东南亚摆拍怪的节奏 先在眼睛蛇头顶张个机关 然后放到树上摆拍 至于这条眼睛蛇的种类就不好说了 毕竟是白变异的 而且看不到家族背纹 这是粉丝遇到的一个非常罕见的品种 芳花立斑蛇 虽然这种蛇在我国南方的多个省份都有分布 但很少有人能遇到它 长得非常漂亮 它看起来好像很生气 这是一条虎蚊鼠蛇 主要分布于美洲地区 是一种大型无毒蛇 通常可长到1.8米左右 最大有2.7米的记录 以小心不入动物 鸟内吸引两栖动物和卵为食 长得很有特色 兄弟 你那个嘴巴要长好大 才把它啃得下去 这是一条赤链蛇在捕食中华大残鼠 我们知道残鼠这次威胁时会鼓气 它其实并没有这么大 那么赤链蛇就会利用它发达的上河池来咬穿残鼠 给它把气放掉被吞死 看 在我钓鱼的旁边一条大蛇 我该怎么办呀 看得我有点心惊 看这条大蛇就在我的旁边 这是一条什么蛇呀 真是可怕 看一条大蛇在我的旁边 有点吓人了 好大呀 一条巨大的滑鼠手 看起来有接近2米的长度 它只是想围观一下你钓鱼而已 不要这么紧张嘛 反正没毒的 有一条蛇陪你钓鱼 不是挺好的嘛 这个叫钓尾两头蛇 一种小型的学居蛇类 以蚯蚓为石 像这种头尾相似的蛇 一般都是为了迷惑捕食者 避免攻击到它的头部 钓尾两头蛇在这一点上 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无论是大小 颜色 花纹 头尾都极其相似 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蓝长线珊瑚蛇 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你会发现它身体都是蓝色的 翩翩尾巴那里是红的 与头部相呼应 从而起到了迷惑捕食者的效果 这回应该都认识了吧 大眼邪灵蛇 没读的 模仿眼镜蛇模仿得很到位 如果是不认识蛇的人 绝必以为这是眼镜蛇 当然 只要你不是色盲 邪灵蛇和眼镜蛇还是很好区分的 这时候有人要说了 我就是色盲怎么办呢 其实邪灵蛇和眼镜蛇除了外形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声音 眼镜蛇在防御时会发出很大的喷气声 而邪灵蛇虽然也有声音 但相对较小 等你真正遇到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了 之前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蛇 我就纳闷了 这牌子上不是写的有吗 Eastern Diamondback Red Slick 东部临班祥尾蛇啊 既然谈到了东部临班祥尾蛇 那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它的体型 因为东部临班祥尾蛇 有一个15.4公斤的吉尼斯最重毒蛇记录 很多人就以为东部临班祥尾蛇是最大的毒蛇 但实际上这个15.4公斤的最大记录是倦阳个体 而且长度有2.4米 是这个物种的最大长度 要知道东部临班祥尾蛇超过2.1米的个体都是极其罕见的 一般只有1.9米以下 这就导致了断层式的差距 东部临班祥尾蛇的平均体重也就2.5公斤左右 是比不上巨富、加蓬四回和眼镜王蛇的 论大个体眼镜王蛇的最大个体也比东林重 所以东林是无法竞争最大毒蛇称号的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自己养的小猫咪从外面凋毁了一条毒蛇把自己给咬了 还真是头一次见 那这条蛇是什么蛇呢 从这个腹部来看这是一条圆毛头发的右体 在靠近尾部的位置还能看到上下对齐的圆斑 还好这只是一条右手 如果是成蛇的话杀生力是要强的多的 那么在重庆呢 这个圆毛头发是咬人最多的毒蛇 那咬人数量具体有多少呢 不知道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找到了一个重庆的蛇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大家看在我如此求证的份上 多来点三连吧 这是2019年1月到2020年10月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收治的787例蛇伤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竹叶青 虎斑警朝蛇 五步蛇和短尾夫都只咬了个位数 而这25个眼镜蛇咬伤案例全部是养殖户 因为重庆自然分布的周色眼镜蛇是极其少见的 一般遇不到 然后咬人最多的就是圆毛头发 占比达到了95% 当然这是组成的情况 那么在其他城区呢 比如五龙 这个五步蛇和短尾夫的存在感就要稍微强那么一点 综合来看的话 整个重庆圆毛头发的咬人数量占比至少有80% 可以说重庆这块江山都是圆毛头发的 它也确实是重庆最常见的